2022年新北市古艺节巡演首场活动在新庄热闹登场 市长侯友宜表示古艺节因疫情停办了两年 当时则采取线上举办 今年第一场就从智古元乡新庄再出发 希望以鼓声的力量鼓励市民朋友 2022年新北市古艺节巡演首场活动 在新庄中港大牌愿景公园登场 市长侯友宜吸手术还针 叶小猜等霹雳布袋稀有为活动热闹揭开序幕 侯友表示新北古艺节因为疫情停办了两年 当时则采取线上举办 今年第一场就从智古元乡新庄再出发 希望以鼓声的力量为市民生活注入新活力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场的活动 就选择在新庄 对我们疫情的房子开始出发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疫情到新增以外 跟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疫情到三天 光这几年的改变 国家电影中心都是新北市政府一手盖起来 还有我们中港大牌的改变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里走就看到新庄改变 这些发展配合我们新庄的古艺文化 我们开始带动穿透力 蒋跟黄议长十分支持市府办理的文化活动 尤其对所有议员们努力为地方争取金费预算 建设新庄的繁荣发展深表感谢 蒋跟黄更期盼今年选举年站在第一线 继承卫命服务的明代大家都能够再度连任当选 市府办这个节目开始办了非常好 包括我要感谢我们新庄所有的议员 都替我们新庄争出很多议生的 包括你看看我们的听众人 我们这六百多月的身败是最大的 对吗?在我们的运动当时 现在它们要好 这会拜托我们这里的里长 专业来送我们的市长 继续念念你说好吗? 好 我们的里长也都充斩好吗? 好 我们这里的里长也要让你念好吗? 好 继续来带来新增经厨与生好吗? 好 今年古义节以鼓励作为主题 正好和谐音鼓励精神一样 市府希望在新冠疫情下 展现震撼的补生力量 为市民朋友的日常注入新活力 及传递正能量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好